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4月8号星期一 跟肖伯尔聊天 聊到伊朗和以色列现在这个事 肖伯尔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以色列如果单挑伊朗的话 让我预言一下情况会如何 他说如果美国帮以色列的话 情况又会如何发展 这个问题问的 我觉得这问题本身就有一点小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说把如果美国帮伊朗 如果去了 美国是无论如何一定会帮伊朗的 这里是没有如果这个概念 美国一定会帮 所以以色列为什么炸伊朗大使馆 也是要拖美国下水 那天我们已经讲了 对吧 就是要往美国拖下水 当然要先看伊朗下不下水 对吧 伊朗只要下来 美国就没办法了 大家就下来了 不过关于这个问题 我倒可以聊一聊 但是我先说一个问题 就是说 他不是把大使馆炸了吗 炸了之后4月7号 就今天白天我现在刚过12点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基的顾问 叶海亚拉西姆萨法维 他针对 就是说以色列对轰炸了伊朗 驻叶大使馆这个行为 他说首先违反国际法 他说伊朗会令以色列后悔 伊朗在叶利亚的军事顾问 适应叶利亚邀请的合法的存在 说以色列在国外的大使馆将不在安全 的意思就是说我可以你公议有大使馆 我也公议你的你的大使馆 你的大使馆都不在安全 萨法维曾经担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总司令 所以他这说话是有一定分量的 那么以色列现在没办法就暂时关闭了 28个使馆全部都关了 就周围的可能都给关了 关了之后就是说你防止被炸 或者恐怖袭击什么 也担心的情况 然后以色列国防部长称 已经做好了应对伊朗行动的这种准备 因为双方线看起来可能有点 不过伊朗都是狠话是一定都要说尽的 对不对 上次跟美国 上次把苏联曼尼给炸死了 也是给炸死了 对不对 然后当时也是狠话说尽 最后高高举起 轻轻放下 也有这么个意思 所以后面到底会不会 后面有可能弄了两个炸弹 或弄挂鞭放了 放下之后对内宣传 就是说我们把以色列大使馆炸了 炸死了几百个人 然后怎么着 怎么着跟上次一样 然后其实就是放了挂鞭 这都有可能 这就不好说 伊朗可能他就玩这个 他玩行为艺术的 你知道吗 所以到底会不会打 我不知道 但是咱也不好说 咱也不好说 我也别这么说 人也没准 真的来一下 因为毕竟现在来讲 他主要目标是对以色列 不是对美国 另外一个 现在不是川普执政 苏联曼尼是川普执政 川普太疯了 他看一眼 他也怂 你知道吗 碰到火人搂不住怂 你知道吗 所以他就这么一个问题 但是如果碰见了拜登的话 他敢不敢动手 我现在不知道 而且现在看起来 主要是美国国内 给人有一种有机可乘的感觉 他能看得出来 拜登现在对那条尼亚湖 也是快忍无可忍了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有没有可能搞扎小动作 有可能 那么我们就说 当然这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 理论上来讲 应该不回答假设性的问题 对不对 但是反正就是说 网友聊天 随便聊聊 就是说如果以色列单条伊朗的话 情况会如何 如果以色列单条伊朗的话 我觉得时间会拉很长 为什么这么说 其实以前 以色列打这几次中间 都有美国和北约 在背后的支持和支撑 如果美国和北约 是一点都不管 真的单单就只 让以色列打伊朗的话 以色列肯定能打得赢伊朗 没有问题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时间会拉很长 我给你举个例子 就是说日本和中国在二战的时候 二战时期 中国和日本单挑的话 中国打得过日本吗 打不过 但是日本能不能很短 日本当时放出豪言 三个月亡国让中国 三个月亡国 就三个月占领整个中国 当时日本放出了豪言 三个月之后 好像上海四航三户 没打下来 好像是 但是坚守了三个月 就是三个月最后 方舱没打下来 上海都打不下来 就是所谓的三个月亡国 最后就变成一个笑话了 最后来抗战打了八年 反正搞来搞去 当然有很多人说 说这也是日本的海军和陆军 这个朝 就是说到底是以谁为主 等等等等的 反正你说这个那个的 我觉得就是说 咱就算他就 全部力量统一 我觉得也不是三个月能打完的 说三个月就灭亡中国 这个是纯胡扯 中国岛有多大 我觉得他是不是没搞清楚 我觉得说句话的人 是不是 因为他个头在这 伊朗的问题 伊朗个头太大 人也太多 而以色列呢 在什么呢 就是说他地方太小 人也太少 日本也是这样 你知道吗 日本你地方太小 人又少 你去三个月没亡中国 这个事呢 就你只能 眉眉嘴 只能说说 三年也够呛 我看这意思 你懂吗 所以呢 以色列打伊朗 也面临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说 当然如果美国和北约 在后面真给劲的话 那是一种 如果美国和北约不给劲的话 那八年抗战吧 打个七八年吧 我觉得 慢慢玩吧 大家就写耗了 你知道吗 你跟俄罗斯打乌克兰一样 你说能赢吗 是能赢的 但是耗你就耗吧 反正得搞几年 当年苏拉战争的时候 苏联打阿富汗不也是吗 打了多少年 打了是不是十年 苏拉战争 打了十年 你说美国打塔利班呢 美国去阿富汗呢 二十年 然后最后怎么知道 美国人车了 对不对 塔利班又回来了 对不对 他们不开玩笑吗 说美国用了二十年时间 花了几万亿美元 对不对 用一个塔利班政权 替代了另外一个塔利班政权 跟啥没干 差不多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问题在这 就是说 以色列呢 如果有美国和北约 在背后支持可能好一点 如果美国和北约 在背后不支持的话呢 我估计以色列最后 很有可能 也是花了个十年的时间 然后就是用一个哈维内伊 替代了另一个哈维内伊 我觉得大体也就这意思 区别不会很大 就是一个塔利班政权 可能这人是不一样了 但是塔利班 我相信就是现在的 这个塔利班政权 跟二十年塔利班政权 那帮人可能 头一波的塔利班政权 可能都被美国杀光了 什么 我觉得什么 二代幕 三代幕 四代幕 也都被美国杀光了 现在我不知道 第五代 第六代幕了 你知道吗 就是这个 就是第五代 第六代领导人 都有可能 对不对 已经换了好几代了 但是呢 它还是个塔利班政权 你知道吗 就是说以色列呢 可以呢 把第一代政权杀光 第二代政权杀光 但是后边我估计呢 还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这就是以色列 如果单挑伊朗的话 我这个情况呢 可能就是 哇 那就真的陷入一场 人们战争的 往往大海当中去了 反正就慢慢耗 慢慢挠吧 就这意思 你知道吗 因为那伊朗 毕竟是太大的太多 那如果美国帮以色列 那不存在 如果啊 就美国一定会帮以色列的 所以当时呢 这个就是一个假设性的 一个东西了 那美国帮以色列的话 美国帮以色列一起打伊朗的话 那会陷入一个什么情况呢 陷入一个差不多跟阿富汗情况 我估计 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当然美国在阿富汗待了20年 积攒了很多的经验教训 这是肯定的 但是呢 你要明白 伊朗比阿富汗还大 伊朗比阿富汗人还多 伊朗的资源呢 也比阿富汗其实还更丰富一些 然后呢 伊朗呢 他的这种军事设施什么的 也比阿富汗更好 伊朗可以说是一个超大号的阿富汗 所以美国呢 在阿富汗呢 用了20年的时间 可能花了2万亿 还是3万亿美元 然后反正就搞成现在这样子 所以美国 就是说 就是说 以色列进来的话呢 我估计就10年20年去了 美国进来呢 我感觉差不多 也得朝着10年20年走 你知道吧 当然有人认为说 美国进了伊朗之后 可能两三年就可以有一个 什么巨大的变化 我持坏态度 因为美国在阿富汗呢 搞了20年 反正还这样 你知道吗 就是说 如果你20年就把阿富汗 就制止成这样子的话 你在伊朗 就算你 我 美国真的要 要进去吗 要全面战争伊朗吗 我不知道 反正美国可以 我觉得美国 如果跟以色列在阿北约 一起使劲的话 是有可能 就跟当年阿富汗一样 全面占领 然后在那儿 然后可以在阿富汗呢 培植一个亲美国的一个政权 一个的傀儡政府 这都没有问题 但是我不知道10年20年之后 到底是怎么样 我 可能就是不断的死人 不断的出事 然后最后有一天 美国真的受不了了 说这是一个粪坑国家 拜拜了 我先撤了 你们忙着玩吧 我走了 很有可能是这么个情况 你懂吗 就是说 不要说以色列 以色列一个弹丸小国 就这两人 跟伊朗那样耗 那钱要耗了 你知道吗 那不知道耗到 耗到猴年马月去 美国来了 估计也是耗个10年20年 最后的结果 很有可能跟阿富汗差不多 美国人最后拍拍拍屁股 我现在走了 你们慢慢玩 我估计就这么一个情况 好不好 因为我不觉得 伊朗会是一个 比阿富汗好啃的骨头 这个骨头真不好啃 还有进来之后 这帮人连吃带喝 你美国兜着 阿富汗的时候 其实美国兜了很多 阿富汗美国来了之后 人口急剧增长 为什么 美国提供了很多粮食 美国给了他很多的资助 伊朗这些人 你怎么知道 你要给粮食吗 你要养着他们吗 我不知道 反正当然伊朗 他有石油 美国可以弄伊朗的石油 对不对 美国当然也想占伊朗 但是中东的其他国家 作何敢想 你有想过吗 对不对 所以会有很多问题 反正最后会陷入一道 人民战争的 往大海当中去 然后最后很有可能 就跟阿富汗差不多 好吧 然后再说一个事 以色列最近挺有意思 把这个叫什么 世界中央厨房给炸了 世界中央厨房 它是一个慈善组织 哪儿如果老百姓吃不上饭 他们能全世界捐献食物 去了之后 他们就在那搞一个什么车队 或什么的 然后在那 给大家发东西吃 它叫世界中央厨房 就纯粹一个慈善组织 然后他们 你看他名字叫厨房 这意思 我反正我也不参与政治 我也不参与什么 我来的我就发吃了 我这开厨房 然后免费的 然后你的难民没东西吃 来我这来一人给你们发一份东西 你们就吃着就完了 算是我也不管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他们一个组织 不愿意参与的 战争也不参与任何东西的 这是完完全一个慈善组织 那结果就是说 以色列去了 二话不说就炸了 而且据说好像把里边人全都炸死了 一个没留 这个够可以的 联合国被占巴勒斯坦领土 人道主义协调员迈格德里克说 他说这不是一个孤立事件 他说自2023年10月以来 截止到3月20号 至少有196名人道主义工作者 在被占领的八月三领土上的丧生 他说这是任何一场冲突 一年内记录的人道死亡 就是人道人员死亡人受的三倍 而这个根本就没有一年 这前后也就是就半年 半年就死了平常的时候一年的三倍 那也就是半年的话是平常半年的可能六倍 死了这么多人 说你这个是在以色列是在干什么 你是不是诚心在杀这些人 让他们不敢去参与人道救援 现在就持这个怀疑态度 那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哈里斯说 他说世界中央厨房在严重任务之前 已经与以色列当局进行了协调 而且该组织的汽车标识的非常清楚 那世界中央厨房创始人的指责 以色列犯下的战争罪行 他说世界中央厨房的车辆 被系统的逐辆车进行了瞄准和扫描 所以这有问题的 就是说每辆车你都打 我的车队整个人都死光了 你这是在干什么 他说所以这不是运气不好 你不要骗我 我说什么炸弹投缩的地方 每辆车你都炸了 每辆车你是一个都不留 他说我所知道的是 我们被故意的不间断的瞄准 直到车队中的所有人都死了 杀了所有人你才停 所以世界中央厨房的创始人就说 你纯粹的这种战争罪行 以色列现在颇压力也在调查 调查之后 以色列也承认这是一个完完全全的 不应该出现的一个情况 关于这个事 坊间流传很多各种的阴谋论 其实有一种 就是说现在好像被好多人接受 就是说什么 说他们是用AI模型去扫描 扫描了之后 AI决定就炸 就是这种精力轰炸 AI决定轰炸 就轰炸了 所以不是士兵去看的 他说如果是士兵瞄准 士兵扫描了之后 士兵是不会做的 即使上级军官下命令 士兵也不敢做 因为我上次也讲了 纳粹到最后所有的参与屠杀 纳粹全部都上了军事法庭 对吧 都要审理的 这个是反人类的这种罪行 所以他们说 是不是就是说 交由AI做的 AI做的之后 就出现了失误 扫描之后出现失误 按理说 如果是AI扫描的话 应该也不会出这种失误 但是他还出失误了 他们说 以色列在AI设定的时候 允许15%的这种误伤 就是说 如果你认为这会儿 这个目标有的话 如果是100人里边 有85个 你认为是坏蛋 只要有15个好人的话 那么我们这15个一起吸尽掉 据说是 由于这个导致AI的 反正坊间有各种流传 当然这也是一种阴谋论 咱们反正就是说 有这种谣言 反正说来听一听 都了解一下 不见得是真的 不见得是真的 但是这个事的真相到最后 我们能知道吗 我估计是够呛了 我估计恐怕 永远都不知道真相是什么 永远不知道为什么 把他们都给宰了 我们也不是很清楚 所以反正 巴以这这个事 越闹越难堪 这个我想是事实 然后 拜登对内坦尼亚湖也受够了 这也是事实 然后 说实话 拜登及美国政府 现在其实在寻求推翻 内坦尼亚湖这个政权 以前还是在私底下偷偷稿 现在基本上已经就是说挑明了 那就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内坦尼亚湖 现在想把伊朗拉进来 他不是想把伊朗拉进来 他其实把伊朗拉进来 目的是把美国拉进来 最后 还是那句话 就是说伊朗配合不配合 伊朗最后就是摆烂 我就没有底线 你爱怎么着怎么着 我就最后放挂边 我不知道 当然这个欲加之罪和喊无词 就伊朗最后就是说不要说炸 就是说在以色列随便海外一个领馆 放了两挂边 然后伊朗对内宣称说 我们炸死了多少人 怎么着 我们进行了报仇 然后以色列说 好 是真的 然后来 开干 你懂我意思吗 上次 伊朗提前告诉美国了 说我要炸你的军事机 你赶快撤走 然后扔了五国炸弹 只有一个炸着了 对不对 然后美国 我看 川普也就算了 懒得带哥 他主要还死了一个民航客机 民航客机还死了几百人 所以川普也就算了 但是就是说 如果川普要的不算 怎么办 那你不说你炸我 那我就要 我又还手了 我接这机会 我就全面轰炸你 那怎么办 对不对 就是说 我如果以色列一定要揍你的话 两挂边你都别放 你放两挂边 你这两挂边 这两挂边炮 就足够我抽你了 你知道吗 就是你不打我打你 我逼掉你 最后不打都不行 你知道吗 人家你也会干得出来 你懂吗 所以我们看看吧 看看最后这个能够绕脑成什么样 我觉得就现在这个情况啊 你知道现在最担心的人知道谁吗 不是伊朗 很多人觉得现在最担心的是哈密内衣 不是 现在最担心的人是谁吗 不是白争 泽连斯基 你想想吧 泽连斯基 现在 担心 就是这会儿如果闹起来了 泽连斯基就完了 没人管他 他就被出卖掉 就罢了 因为美国必须要管以色列 以色列不能不管 如果这会儿最后真的把伊党拉下来 全面搞 那美国没有精力再管 这个欧卡 那泽连斯基就被放生了 那就自己想办法吧 好吧 那这些想要热利吧 谢谢大家